哈囉,我是大師,我今天要介紹會從英雄聯盟S3末開始 S11結算1400分到現在S13韓服大師的玩家 他第一次玩希格斯就感覺很適合自己 於是就慢慢開始專精希格斯 他S9曾偷稿過一次,如果你們看過的或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S11曾打到台服千分精英第八名 S13使用希格斯台服第一季賽110場59%勝率 韓服第二季賽47場76.68%勝率 赤利二夫怪子全服希格斯排名第一名的希格斯 為了誰? 使用了符文奧斯彗星附魔指帶左躍角左血是殘虐獵人 對線比較靈活的角色可以關鍵符文換成愛莉 攻速四星誤獲魔方 裝飾技能閃現傳送想加強壓制力可以點燃 階年法組Q-1後面精華有出現永雙主義的打法 但13.20版本Q技能加強後已經很少主義 創術器其有裝端然鍵加涼水 維加優先失落之章 錢不夠先出鞋子加疊戒 神話裝一般出爐登 坦克多出黎安卓的苦楚 刺客多且不容易被消耗防冠 特殊情況有雙 接著世界專注或愛你之眼或殺人輸 死帽一望寶珠 先選擇法穿鞋 關鍵技巧 中路希格斯是前中期帶結咎的角色 如果你選希格斯只想在中路持兵法育的話 建議玩其他後期大合法師 在線上主要是利用被動跟Q去消耗對面 Q技能的細節就是利用觸發範圍的邊焰去炸到比較遠的目標 對線上就是Q小兵的邊邊 從而炸到敵方英雄 W不建議亂用來消耗 除非知道對面打野位置 且對面中路角色對你威脅 可以W炸對面回防禦塔擊殺 W套跑的時候盡量拆到自己跟對面 可以拉開三個閃現的距離 必要時可以空中回頭丟1 最先有優勢的話看情況是塔皮或做視野或支援 開局可以跟隊友說優先是預示者 這樣可以早點打開局面 連招方便硬要說的話就只有W起手 WQ WEQ 還有WREQ 但不常用 因為對線不能亂用W W過強的時候W盡量放進自身 不然過不了一些比較厚的牆 團隊是任何時候最重要就是自身安全 輕易遊戲前就要先想好對面有什麼角色對你有威脅 有的話就扣著W用來保護自己 還有對面有什麼關鍵技能需要用W去斷 團戰前遠距離Q消耗 團戰拿起來如果位置安全的話 幫隊友A前排 找機會Q對面脆皮 每一距離的話就Q前排 E技能通常放在對面後排想跟上輸出的路徑上 除非對面前排的動勢發育很好 需要你用E去冠傷害 阿比較沒什麼特別的 對面走路一起可以放 或打起來放對面C位限制一下 或扣著等對面殘血交了位 以撤退的時候收頭也行 最後再講說C格斯AD比中路容易玩 也更容易上分 C格斯的上限取決於W的運用 位移、端技能、AOE控制 炸目標回來 想學習更多C格斯技巧可以到Twitch 相關連結放在這裡或說明欄 接下來我們來關上台服精英 韓服大車C格斯 為了誰的 精彩操作 娃娃揚揚揚揚揚然後 插委 payoff 小刻 突然 兒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算了 变化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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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